好的,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燒傷男就在艾爾巴夫 他正在等待著妮卡第四塊歷史本文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現在劇情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燒傷男這個角色 他手上持有提達最終知道的鑰匙 那就是第四塊歷史本文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他竟然在等待著妮卡 就開始今天的分析 燒傷男在等妮卡的論點 首先就是燒傷男在艾爾巴夫這件事情了 之前基德說過要找燒傷男 而他前往的地方正是艾爾巴夫 但這並不代表燒傷男就在艾爾巴夫 因為他們是抽籤決定前往哪個島嶼的 但奇怪一點就來了 基德在艾爾巴夫外面就遇到了紅髮 紅髮有給他跑的機會 但是他不要硬要前往艾爾巴夫 這就有點奇怪了 明明可以繞過去為什麼不繞 所以能解釋的就是 燒傷男就在艾爾巴夫 當然也有其他的解釋方式 像是基德的個性本來就有點腦窮 或者這就是劇情殺 第一燒傷男可能在艾爾巴夫 假設燒傷男在艾爾巴夫這個論點成立的話 那麼就不得不提到上次很多反響的推論 那就是妮卡就是艾爾巴夫之神這件事情了 早在小花園的時候 巨人就說過艾爾巴夫之神 之後劇情也常說太陽就是艾爾巴夫之神 而在最新話巨人援軍來了 說我來找你了太陽神 基本上就是伏筆沒太大毛病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 意思就是如果燒傷男也在艾爾巴夫的話 那麼他就很有可能也是在等待太陽神的一人 但他不一定要是巨人族 可能其他種族也說過去 第二 妮卡是艾爾巴夫之神 最後就是燒傷男的身份了 首先他把歷史本文帶著走 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某人出現 畢竟如果這歷史本文真的對他來說有用的話 那麼他就應該去爭奪第三個才對 他就很像被賦予什麼任務一樣 把最後一塊歷史本文交給對的人手中 而這個人怎麼看都是我們的妮卡了 畢竟貝加龐克說過 有人等待妮卡上百年 目前公佈等待的種族有 大雄的巴卡尼亞族 還有巨人族 之後陸陸續續也會有更多種族才對 所以燒傷男的任務很有可能就是 把第四塊歷史本文交到妮卡手上 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妮卡有點莫名其妙 有一堆成就很奇怪 但要知道的是這些成就並不是魯夫的 而是上一位妮卡喬伊波伊打下基礎 這樣想大家就不會覺得莫名其妙了 第三燒傷男感覺在等人 如果在等人的話 那麼燒傷男也不一定要在艾爾巴夫才行 其他地方也行 但必須要說的是 直接交給妮卡的機率不是很高 因為如果直接交給草帽團的話 那麼他們就湊齊四塊歷史本文 直接海放其他四皇團 所以這裡就有幾種可能 首先就是其他四皇團隊會先奪取燒傷男的歷史本文 這人最有可能就是黑五子這種人物 或者其他人也行 那麼就會逼著草帽團要跟黑團開打 這也是一個開戰理由 畢竟草帽團不太可能不跟黑團打才對 或者說燒傷男真的會給到草帽團身上 那麼就由黑五子海團來開戰搶奪 這也是一種理論 第四可能會被藍胡 以上就是燒傷男等妮卡的理論 如果是在艾爾巴夫 那可能性大大增加 但如果不是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覺得燒傷男在等妮卡嗎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